昨晚7点45分,在西银盘港铁站发生一宗怀疑炸弹爆炸 事件中有一名拆弹专家受伤,一犯李嘉峻,在现场混乱时趁机逃脱 至于昨晚的行动,是由我本人直接指挥 对于造成公主不必要的恐慌 我本人,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韩战卷土重来,已经升任警务处长的刘杰辉 刚一出城就上演了一出大型双标操作 上一季,他质疑李文斌因担心儿子而盲目指挥 这一季,他为了老婆,就能带着炸弹压着嫌犯去了港铁站 炸弹爆炸,李嘉峻逃跑,新闻发布会上 刘杰辉又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承认亲自指挥,主动承担责任 这叫有担当吗?这叫冲动,这叫莽撞 压根儿就不懂得官场哲学 如此严重的事件,不管谁冲在最前面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轻则下台,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你是光明磊落了,可庞大的警察队伍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你一旦下台,岂不正中敌人下怀 所以,李星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 先找替罪羊,保证自己的安全 为破案赢得时间,然后再为替罪羊平反 好人不坏,怎么能斗得过坏人? 正如时任高级助理处长的莫锦权所提醒的那样 不要指望警队怎么样帮你 你应该想想怎样帮警队 要使用记住自己警务处长的身份 你代表警队没人敢动你 就算启动程序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但你如果代表个人,谁都会对付你 不用启动程序,随便哪个原则法规都能把你扔进去 要学会借事,更要学会借力 新闻发布会应该如此 随后的问责听证会更应该如此 港铁事件造成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 刘杰辉的队里面赶紧借助立法会启动问责程序 请来各方司法大佬,包括简奥伟 共同追究刘杰辉的责任 上梁不正下梁歪 警队做主的人都没规没据 你叫下面三万三千三百个警察 如何执法,刘处长 主席,监医院,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 就是因为掌权者有权力去定义什么是非常时期 所以就算是非常时期 你都不可以用非常方法 你现在立法会也处长 你在回答我什么 简奥伟为什么就生气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那就是简奥伟从一开始就站在刘杰辉一边 就知道有人想借自己的手搬到刘杰辉 而刘杰辉偏就不懂得人情事故的重要性 给出了一个将会大大扣分的答案 有些话能说不能做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 这是立法会啊 将就的就是一个规矩 而所谓非常方法就是摆明了破坏规矩 立法会当然不容 刘杰辉这算是自投罗网了 刘杰辉听出了简奥伟的提醒 赶紧给出了解释 主席,不依常规和不合法绝对是两回事 对嘛,换一种说法嘛 哪有什么非常办法 就只是和常规办法不同而已 非常办法可能不合法 但不依常规甚至是打破固守模式 摒弃固化思维的先进理念 甚至应该给予充分认可 一样话两样说 两样说就有不同的结果 语言异数要不要学习 好了,这一篇精简翻过 再来看刘杰辉身上最大的负面消息 在上一个听证会 李文斌先生指出 在你押解李家俊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番话 简议员 我相信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庄严的意识堂 讨论一个信口词谎 毫无诚信的疑犯 对我做出全无证据的指控 这一次,刘杰辉学聪明了 没等蒋奥伟说完 便立马给出了回答 而且还是借用自己警务处长的身份 给予了最为正确的回应 警务处长和嫌疑犯 两个身份一对比 刘杰辉甚至都不需要再说什么 谁更可信 谁更值得信任 一目了然 有些事越抹越黑 越解释就越有掩饰嫌疑 再请注意简奥伟的表情 不再是恨铁不成钢 而是满脸心慰 然后简奥伟顺势给出一道送分题 刘处长 为什么 这么多人想对付你 简奥伟提出这个问题 就代表着简奥伟的态度 就简奥伟于司法界的身份和地位而言 它能够影响乃至代表绝大部分立法会成员 那么 这个问题就有了另外的含义 我相信刘杰辉是被人陷害 进而 整个立法会都会相信刘杰辉的清白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问题基本有着固定答案 刘杰辉只需要含含口号 形象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纠正和维护 再请注意简奥伟的表情 甚至不再是欣慰 而是变成了欣赏 韩章二有一个争议最大的问题 李文斌到底有没有黑话 刘杰辉被问责之前 李文斌曾经以时间证员的身份 先行接受了立法会的问询 前半部分 李文斌严格按照剧本回答 关于韩战行动的内部报告 这份内部报告我是有看过 但是我完全没有参与 也没补充 关于刘杰辉泄露情报给廉政公署 我事前并不知情 就算潜奥委依据警察通列 指责刘杰辉执法犯法 李文斌仍在帮着刘杰辉说话 简大庄 警力是死的 人是活的 要说五文弄法 你应该胜过我们这些当才的 若论语言一数 李文斌胜过刘杰辉太多 讲道理讲不过简浩尾 那就坍荡承认 绝不藏着掖着 更不会强行硬刚 你强调法律 我就强调现实 你强调现实 我就强调感情 你强调感情 我再绕回去 法不容情 总之语言对决的胜出诀窍 只有一个 避开劣势 选择优势 实在不行 就把水搅混 问询进行到现在 一切正常 但简浩尾随后的问题 却遇到了剧本以外的回答 这个问题明显有着挑补的意思 李文斌压根就用不着陷害 就凭亲自压制嫌犯 带着炸弹前往港铁站 再加上韩战行动始终没有进展 就足够刘杰辉喝上一壶 就算诚信没有问题 领导能力总有欠缺 但我们来看李文斌的表现 先是用手扶了扶眼镜 这个镜头语言暗示了后面的话 绝非真心 主席 本来我对刘杰辉处长的诚信 绝无半点之一 但西银盘港铁事件当天 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刘处长跟李家俊 在车上有一番对话 李家俊说 大家谈好了五千万 刘水会在韩战行动之后 交出行政长官 三思十三局局长 在未来半年的保安计划 但是刘水他贪就无厌 想家家 本来的一问一答全部有着编好的剧本 照着念就行 可蒋浩伟这样问了 李文斌却没有那样回答 也就是说 蒋浩伟被人当成了进攻刘杰辉的墙 有人想借用蒋浩伟的嘴 扳倒刘杰辉 所以 察觉到被人利用的蒋浩伟突然就怒了 李先生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所说的 是个很严重的指控 意图引导本席 还要在座权力及特权法委员会成员 暗示我们的警务处处长 连同李家俊及其同党 将会对我们港府最高管理层 做出不利的人生攻击 那么问题就来了 李文斌黑化了 为何直接开启了进攻模式 这里 李文斌上演了一出经典的无剑倒戏码 假装和刘杰辉决裂 换取足够的信任 然后进一步靠近蔡元奇等人的圈子中心 更壮的是 李文斌还成功引起了 蒋浩伟这等司法大佬的关注 有了这等人物的参与 蔡元奇就别想再轻松推进计划 面对蒋浩伟的暴怒 李文斌重新戴上了眼镜 又开始了真话模式 作为一个有三十多年经验的警察 我一贯的思维 在没有破案以前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注意关键提醒 事情尚未水落石出 就不能排除任何可能 就比如现在 你以为我叛变了 但实际上我是有着另外的目的 你以为我黑化了 但实际上我要成为卧底 彻底揭开黑幕 没学会走心学跑 从来不是问题 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天才 如果不是就要一步步来 这是李文斌对欧永恩的敲打 更是对所有年轻人的提醒 核心只有一个 有错就要认 挨打要战粉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不行非要说行 甚至还要找一个歇一会儿的理由 早晚都会露仙 别人从此就会认定你不行 行也不行 脚踏实地慢慢来 没人笑话 想着一步登天摔下来才丢人呢 李文斌的当庭叛变 成功引起了简浩伟的关注 简浩伟立马安排欧永恩 开始了跟踪举证 致使一个律师 想要跟踪警务处副处长 而且还是行动副处长 几乎等通玩笑 啥时候跟的 跟了多久 用什么工具跟的 甚至连车牌都弄得清清楚楚 实力如此悬殊 欧永恩只能承认惨败 然后直接挑明了问 从来没有一位高官 会在在位或者退休之后 公开陷害自己人 我没有 严训前你见过什么人 他们开了什么条件给你 你自己最清楚 面对小朋友的误会 李文斌不想过多解释 但他需要通过这个小朋友 传递给简浩伟更多的信息 来看李文斌的经典回应 贵心啊 行 欧小姐 我现在就告诉你 在我休假的第二天 四大地产商就已经找中间人来问我 愿不愿意替他们办事 随便开架 我都没答应 没学会走心学跑 从来不是问题 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天才 如果不是就要一步步来 为什么要问贵心 教育吗 当然要指明道姓 用意彰显郑重其事 更重要的是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会彻底打乱对方的进攻节奏和语言逻辑 便于自己争夺主动权 李文斌的回答是想暗示欧永恩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钱 曾经大义灭亲 曾经主动休假 家庭和个人都不用再考虑 那就只剩下权利 也就是说 李文斌想通过欧永恩告诉简号尾 我只是棋子 背后还有大鱼 有身份 有辈分 请你关注 欧永恩并没有听懂李文斌的暗示 仍然坚持认为李文斌真就黑化了 你不像是那些无耻的警察 警队有模范 也会有败类 你还年轻 慢慢学 暗示进一步明确 警队也有败类 而且能够影响到李文斌的外类 只有一类 甚至只有一个 警务处长 现任不可能 只能是前任